在1995年這些琴就給日本 在1995年就由日本 在1995年就由日本音樂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erry 錢錢 我是Oliver 阿花 如果大家第一次看我們這個頻道 我們是一班熱愛音樂和演藝的朋友 會不定期推出一些和音樂相關的資訊和娛樂給大家 特別是古典音樂 如果大家這麼興趣 也不妨訂閱和按LIKE我們 阿花 之前你和Kimmy都說了一些關於提琴的影片 今次我也想分享一些提琴的故事 作為我們這部電影 《情段生命》的第一次是吸收藍絲研 Cherry 你會分享什麼給我們呢 其實因為我們這部電影是講四重奏 所以我想分享Stradivari的四重奏鳴琴 即是它製作的兩支小提琴 一支中提琴和一支大提琴 大家都知道 Stradivari主要是製作小提琴 而中提琴和大提琴其實是很少的 尤其是中提琴 因為它對於製作中提琴 其實興趣不大 所以更加少之有少 沒錯 現存的Stradivari的大提琴大約只有20支 而中提琴只有10支左右 所以要儲齊一套Stradivari的四重奏鳴琴 其實真的不容易 但在介紹這套鳴琴前 有一位偉大的小提琴手必須提琴 就是Paganini 之前我和阿威都有介紹過這位小提琴手 而他手上除了一支Guanari的鳴琴Canon之外 其實還有收藏了一組四重奏的提琴 關於Paganini 其實他和拿破崙身處在同一個時代 這位神符奇妓的音樂家 當時他征戰的琴藝橫掃歐洲 令很多小提琴手都沒有蛋好吃 就好像拿破崙征服世界一樣 其實也不需要那麼神化他 雖然他琴技高超 但其實聽說他生活十分混亂 而且他賺錢的慾望很強 就在他臨終前兩年 他體藥多病已經沒辦法演出 於是就收集名琴轉賣 其中他特地收購的一套 Stradivari的四重奏提琴 命名就是Paganini四重奏 其實就是因為他有名氣 所以這一組四重奏的提琴 才完整地保持樂能 而這一組四重奏提琴 每一支都有一個名字 分別是Paganini 1680小提琴 Cellable 1727小提琴 Paganini 1731中提琴 以及Landenberg 1736大提琴 其實很多古琴都會連同一組數字命名 而這一組數字就是出產的年份 當中Paganini 1680就是最古老 不過其實未必年份越老就越值錢 因為1680年其實是處於Stradivari 手藝還未成熟的時候 提琴的樣色都還停留在他老師 就是Amati的形態 但是聰明的Paganini 想到一個提高他價錢的方法 就是把這支琴放在其他名琴一起 組成一組四重奏 而且是偉大的製琴家 聯成偉大的演奏家的組合 這個構思真是沒得頂 這樣都被他想到 真是難怪戲裡面的他 歐陽飛這麼喜歡他 說回這組琴 其實能夠組成是由這支Paganini 1731中提琴開始 當時Paganini在英國開了幾場演奏會之後 曾經認真考慮過拉中提 但剛巧看到這支中提琴 於是用演出費買回來 還特地找了作曲家白寮士寫這首曲 可惜他試奏之後覺得太多停頓威 而打消再玩中提琴這個念頭 但這支琴就得以保存下來 成為他日後組成四重奏的基礎 真是很有故事 如果當日他買不到這支琴 這支四重奏都不會存在 因為之前都說到 Stradivari的中提琴產量很少 又很難入手 其實最難入手的就是中提琴 不過四支琴裡面 名氣最大保存得最完美的 其實就是Salabo 1727這一支小提琴 Paganini是1817年用100個金幣 由一位伯爵手上買回來 而伯爵當時是直接由Stradivari的兒子手上買回來 當時100個金幣是一把非常高的數目 最後就讓我講一下 Landenberg 1736這一支大提琴 這支大提琴 其實已經是Stradivari 92歲高齡的時候做的 亦都是他製作的最後一支大提琴 它的尺寸比例成熟優美 木材用料非常有質 油漆是啡色中帶有溫暖的橙紅色 可惜雖然Paganini難得儲齊了一組四重奏 但未賣出就已經過了身 之後就成為遺產 被他的兒子Chillo繼承之後再繼續出售 經歷琴箱要求維修 大幅提升了價錢之後 又放了五年都買不出 最後唯有決定拆開來買 還大幅減價 於是這一組四重奏又再次各山東西 直到一個世紀之後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來結束的時候 在美國費城舉行紀念Stradivale 誕生三百年的紀念線上 這一組四重奏竟然再次出現 原來由一位德國移民美國的琴箱 Emile Herman幾經辛苦 靠著大戰時期的特殊局勢 花了十年時間才可以再次收集回來 之後這一組四重奏又轉秀到一位 愛好藝術的婦商夫人 再由他愛借給樂團使用 美國國家交響樂四重奏樂團 羅瓦弦樂四重奏樂團 和克里夫蘭四重奏樂團 都先後用過這一組卡 1990年代中期 隨著克里夫蘭四重奏樂團解散 在1995年 就由日本音樂基金會 以1500萬美元買入 並且借給東京元樂四重奏樂團使用 但其實最古老那支Paconini 1680 因為不是Stradivari最好時期的作品 音色已經開始變差 樂手用起來其實是有些意見 不過說到尾 都是歷史悠久的古琴 還要出自名家之手 其實都不能投訴那麼多 的確是 我覺得琴和人都一樣 其實都是有靈性 而這支四重奏難得組在一起 其實都是一種命運 你有阿楓上身嗎? 說得那麼圓 不過我都應琴琴是有靈性的 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你手上的樂器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們拍多些新片 給個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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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á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